古今中外,東西南北,在邦心中,講古邦 好,下一位是誰? 嘩,厲害了,我想聽,如果不是太年輕也應該聽過名字 叫山口包圍 山口包圍,經典人物,經典人物 這就是細說,細說 由他出道的時候,我覺得是很傳奇 他經常做了幾年,已經在日本出名 你問誰,你知不知道哪個山口包圍,他一定知道是誰 不如先聽歌吧 聽歌吧 好,請問五分鐘,就按到第四條連結 好了,山口包圍 第四條連結 第四 第四 風繼續吹,不忍遠離 心裡極可夢 希望留下半盡 盡力 對呀,那時候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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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金年代 對呀,八九年 其實說到這裏 其實可以由太平宇美那首歌,和這首歌 我可以從音樂那裏講多些J-POP的改變 對呀,可以 例如板盡那首歌,其實是有一些很明顯的 異亂式的 異亂式 即是有一個類似正歌的物體 即是有一段Hawk 即是所謂修正人稱叫副歌 即是Hawk 這個Hawk H-O-O-K 就是令你最上癮的那一段 但譬如說,它開到太平宇美 也有一個很明顯的層次 但這個編曲開始複雜了 其實我覺得是J-POP最標準的一種編曲方法 就是三段式 三段式即是有一個正歌 有一個叫做pre-chorus 即是有一個叫做pre-chorus 而三下八位,即是風繼續吹 即是風繼續吹 即是歌的結構是很複雜的 你講不得很清楚 有一個叫做pre-chorus 但其實也看到 即是當年寫歌的人 是多麼高層次 他每一段 基本上有些位是令你覺得 是想起一首歌 其實一首歌就吸引人 其實是一首歌 其實虛刀後來 即是太過複雜的東西 我覺得有時候很難結束 以及很難寫得好 總是去到及後 去到 好似我八十年 九十年代 再聽的歌 已經找不到這種複雜的 歌曲組織 當然是沒有所謂的 但這種歌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很難成功 譬如你想要有一段 有吉他手上 有一段solo 其實你對這個 這麼複雜的形式 這麼長 是很難成功的 這樣也好 也關了那個年代 在日文歌 J-POP 那些很重要 我覺得其實是 對於整個音樂發展史 是有一些的 是有一些的貢獻 其實是豐富了整個流行歌 其實就是 有一點點像 拿回從前 古典音樂的複雜性 當然流行歌 始終流行歌 是商業的 始終不是古典音樂 始終是拿回 始終是拿來賣的 是拿來賣的 他不賣就沒有大件事 大件事 所以什麼都好 之前我覺得 這個是J-POP 對於整個世界的流行音樂 其實只是有一個重要的影響 是 其實他影響到亞洲的音樂都很多 始終是 日本是早發展的 其實很多人都差很多 有三個學習 其實我剛才說 直至現時 韓國的J-POP K-POP的發展 又下了一些路 比如你去到香港 台灣 是跟日本的 基本上是差日本的 基本上是跟日本的 其實韓國之前 也是差日本 現在就難說一些 近這十年就不一樣 對 現在韓國 基本上是差美國歌 對 差美國歌 但是 2000年前 或者上半年 基本上是差日本歌的 再說 他加了自己 一些悲情 在裏面 對 但是 現在的Dance Pop 基本上就是外國 我聽說 我在裏面看過 例如 American Manage 那些 那些 不是MJ 是一些 比較 很普遍的 Rap Dance 其實是把 Rapping 混合一些 電視的Dance Pop 類似Gunnam Style 那一隻 對 就是 有關這件事發展的歷史 我覺得這件事 對於人類整個文明 發展的災難 這種形式的音樂出現 我覺得是標準於整個人類的反字化 有機會再說 我們先說一句日本話 因為浪費得太厲害 我們說回這裡 其實最主要是想說 三個八位 一個這麼經典的人物 其實是 為什麼他這麼經典 和對之後的影響 OK 我們首先要知道他什麼努力 他其實就 很早出道 十 十 四 三四歲左右 那個年代的歌手都是這樣 你那個年代的歌手 你那個年代的歌手 我告訴你很多現在都是這樣 不過很早出道 一點 我真的沒那麼瘋 都已經十三四歲 現在很多歌手 在大學上挖回來 至少都畢業 都是很高學歷的 以前的歌手 哪有上學的 現在有 但是現在也有很多 講中學的時代 出來唱歌 也有很多 我知道 AKB的那些也是這樣 對 全部都是 你年輕的還是這樣的 就是 還有 還有 他這樣出代 其實也是 認定了一個模式 就是 賣青春的模式 Exactly 偶像派就是這樣 Exactly 你有沒有見過 有五十歲的偶像派 沒有 嘩 我很害怕啊 大哥 那些什麼 那些 那些 我正在看正常節目 麻煩你 哈哈哈哈 哈哈 是 然後 然後 但是 他那天很有趣 他出道 其實他有唱歌 但是他不是說 很Hit 出來 唱歌 就是唱歌和拍戲 出來 但是不是很Hit 嗯 我聽他投了幾首歌 唱風 基本上 還有那個型 跟泰田如比 分別不大 其實 但是他沒有泰田如比 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 他有性格很多 是的 他是 他的氣質強很多 但是他不是很漂亮 不是 他氣質很強 唱腔都不同 泰田如比真的賣可愛 賣可愛 是 我剛才說他頭那幾首歌 他頭那幾首歌 是跟泰田如比 是很像的 OK 整個格是很像賣的 是 就是頭那幾首歌 但是他之後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以後那首歌 就是兩首歌之間 風格轉得很厲害 就低了很多 對 很厲害 然後就變成現在的類型 開始 就是 就是 那個年代的人唱歌 然後站在那裡 又不知做動作 都是這樣 但是 但是他唱風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變成有點像演歌 但是又不是 變成他很有個人風格 我又不懂得形容他 是 但是他的唱風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變成有點像演歌 但是又不是 就是變成他很有個人風格 我又不懂得形容他 有一點點 挺像 真的 我覺得 如果說差 我覺得 胡彥芳的格子更像 38位 沒錯 唱歌的感覺很像很像 不過 無論如何 就是無論如何 說自己是抄襲 這個最小訪的 是 不… 不太像 不是 他的聲音是很像的 他連歌風也像 38位的歌風 我想說 那時候 大家也是以日本文化 來做馬首士尖的 是啊 那時候是 馬首最流行的文化 其實38位歌風 我覺得 在當年很破格成 就是 以一個十多歲的女生 唱出來 嗯 那個歌 裡面的歌詞 就是 歌風 一來就比較 我覺得是比較 怎麼說 是 很新 就是 會突然間 就是以前包括 都是一些 輕輕快快 或者是一些 比較沉一些 類似演歌的那種感覺 或者是輪劇那些歌 嗯 但是 就是做到 真的可以 一是可以很 很Walk and roll的感覺 就是做到很Walk and roll的那首歌 又可以做到 很沉 很悲哀 很悲哀 剛才 《風繼續吹》那首歌 其實《風繼續吹》那首歌 太原名叫 《再見的比方》 嗯 因為《再見的比方》 其實那首歌是 《再見的比方》算是挺典型的一首 嗯 即是比較悲哀的一首歌 嗯 比較悲哀的 是 是 那 就是Walk and roll 你可以找一下 找一些不同的 也會遲些試 遲些再介紹 有機會 其實 你連接聽歌 已經過了一個小時 很多次了 我們 八十年早上 你有沒有想過 可以下集再說 嗯 嗯 但是說完三個八位就結束了 好嗎 那三個八位就結束了 OK 好 即是說完他的生命就結束了 如果再平術就結束了 好 好 好 然後 其實他開始最紅的 就是他做一部電影叫 《醫道母藥》 就跟三寶友和做 即是他老公 即是未來老公 當年 就是他做 然後就很Hit 連一首歌也是他唱的 一樣有名 又是好Hit 嗯 那時候開始紅了 然後之後 一度紅到 那部電影是七四年 一度紅到八十年 八十年代的頭 即是一九八零年 嗯 然後在那個年代 他就宣佈退休 退出樂壇 永遠不唱歌 唉 永遠不唱歌 好不說 這個原因就是要嫁給三寶友和 做好太太 嗯 就不想影響家庭 或者他心裡喜歡家庭 總之就是這樣 就不做了 不是 他們在東京專武結婚那間酒店 我在那裡住的 小一馬 搞得這麼厲害 是啊 有什麼入世事 人家都住了 是啊 哈哈 ok 然後就開了 不知道幾場 告別演唱會 然後就沒有了 真的沒有了 從來沒有出過來了 從來沒有見過他唱歌 原來都沒有唱歌 當然告別 他做了一晚 賺錢 是賺過我們三世的賺錢 是啊 沒錯 即是 那時候不是不紅的 那時候是很紅的 我想告訴你 是啊 對 即是剛才那首 《再見的秘方》是他 七八年出的 有沒有記錯 七八年 是 七八年出的 那時候這首歌也是很韋熱 這首歌之後也是很韋熱的 那些歌 我都忘記了有什麼歌 都是很韋熱的 然後呢 他一宣布一下退 哇 真的全日本地震 按仔 啊 跟哥哥 對 然後就唱 跟哥哥不買東西 然後就去演唱會 然後 就唱最後那首歌 整個演唱會 這麼多場 最後那首歌 就是 Zin那首 給你們看那首 嗯 再見的秘方 就是 跟大家說 goodbye 嗯 哭了 是 但是很厲害 我覺得他呢 哭了 都還唱到音 唱到那個音是對的 真的 很厲害的 那個年代的歌手是很厲害的 很厲害的 其實那個年代的歌手 這個是一個總結 這個就是 那個年代的歌手 真的是實力派的 主要都是 就算你 就算 那個叫什麼 那個 太田如美 太田如美 太田如美是很厲害的 不要說他不行 不要說他不行 就是 很厲害的 那個都 不要小看他 那個是很厲害的 當然不是很紅雲的聲音 但起碼唱現場是適合音 是跟詩尼差不多的 就是 別加了那些人 這個詞 再說 唱流行歌 不能像審視唱藝術歌那種的看法 是 基本上你適合beat 你適合key 不要走音 那種聲音 是肉酸便可以 是啊 現在這些人做不到 很多都可以 千萬一 還有你現場 你唱歌 你能夠加餘舞台的能力 這些是不能學的 你有什麼麻煩 吸用觀眾的眼球 是的 有些人唱得很好聽也好 他跳得很厲害也好 你真是不想忘記他 不知道為什麼 是啊 天生的 天生的 真的天生 你真是問題 最後你講起歌那首的問題 我內心有一些想法 其實今天是很難再出天王巨星的 因為互聯網 因為互聯網 為什麼呢 譬如說 他們回頭 今天我們看到很多天王巨星 是互聯網找出來的 但我聽過有一個人在外國 叫Soulgerboy 叫Soul U L 然後J A 然後是Boy Soulgerboy 他是靠在YouTube 在網上紅 回去 就回到主流 反過來 所有由主流的 經人公司 唱歌公司找出來的人 基本上全部都會死掉 是 已經到完全是 是 歌聲是在民間出的 是 不是在公司裏 就跑出來的 其實你是成績 基本上是 互聯網殺死了天王巨星 其實Otis這件事想說 我想說 說完所有發展之後的一些事情 不過你也說了一些 其實互聯網對音樂發展是影響得很大 差點很大 差點很遠 有這個東西之後 發展完全不同了 有難有不大 完全不同 兩件事來的差不多 找一次可以說一下這個 那 不然時間差不多 超了時間聽歌 真的聽了很久 接著聽歌 其實 剛才說了一件事 就是 三五八位 他還有一件最特別的 是這些歌詞 是很突破性的 是 是一些 很說很女性的 很女性主義 他說這個 很feminist 去擁護我愛人 或者我去追求愛 又或者是說 我 有首歌他叫秋英 是說 他形容他自己要結婚 要離開媽媽那種感想 那種感覺 啊 有一個很 一首很 即是很現代女性的一個角度去 演繹一首歌出來 嗯 就是這個東西是 我覺得是 當年一個很突破 OK 就是特別在女性角度上很突破 嗯 是啊 就是 就變了 怎麼說呢 這個人的經典性呢 我覺得是他的突破性而起的 嗯 嗯 就是他真的很突破 還有他最突破的 都是做幾年就不退休 這個真的超突破 是啊 是啊 在最高峰的時候引退 對 這個真的 你贏了 真的 最合理都會永遠記住 永遠記住 永遠記住 永遠都記得他 永遠都記得他 他已經做了很多年 日本人心目中最上級的歌技 沒錯 沒錯 只有一個 好像一兩次才掉下來 是嗎 只有一個可以更厲害 在最高峰的時候退下來 因為最高峰的時候死了 是啊 只有這個可以更厲害 很多 李小龍 對 例如像Jim Steen 是啊 他的神也是他最高峰 他的神也不算 他的神也不算 他太誠心了 已經沉了很久 哥哥 對 梅 梅 梅艷芳 梅花 梅花 鐵花 陀國 對 說起 說來 說來唏噓 陳馬強也是 鄧麗君 說來唏噓 說來唏噓 真的說來唏噓 不過 天王巨星就是這樣 沒辦法 好 時間已經過了 過了 過了 下次再說 各位慶眾 拜拜 拜拜 得師傲 香港本位 中港台 入圈 對 武道